Lio聊事件以TNT的呼吸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保夾利亞人 正常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場點位大約7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瑪雅人MBL MBL的特色呢 他的瑪雅人是開局時村民會多一村 所以一開局會先點下支付技術 避免卡人口 會讓這個TC閒置停止運作 所以開局時也可以拉一隻村民去搞對方的路 或是搞對方的大象都是可以考慮的 然後這個打法跟哥德人啊 或是中國人都會有點相似喔 但是其實瑪雅人不這樣打的話其實也OK 正常打一開始經濟優勢喔 就多了這也沒有到一村的優勢喔 到封建時代開始才會有這個一村的優勢喔 因為那個支付技術呢到封建時代初期 黑暗時代尾聲才會去點 所以大家會說瑪雅人開局就領先一村喔 其實上 你說有領先嗎 有應該是有喔 但不多 有領先但不多 好 那瑪雅人呢他的工兵路線呢 是比較折扣多一點的工兵文明喔 不管他是要打寶兵羽毛尖射手 或是打這個強弩都是折扣滿滿的喔 那他的槍兵路線是正常的 最大問題是他的劍兵不能升級 後期呢有白血老鷹可以做使用喔 那他也是老英國裡面喔 血量最多的文明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尼可夫這邊選擇了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呢 被黑暗世界冠軍評比為最爛的文明喔 D級文明 ABCD的D喔 不是那個D級喔 是那個英文的D級文明 那他為什麼被分貝到這麼比較後面的名次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之外喔 而且工兵也會影響到他到城堡時代的 沒有辦法轉奴兵的 這個奴兵轉騎士的節奏 整體節奏偏差喔 而且生旅科技到後期也不能用 現在城堡時代喔 很少人會去點救贖思想去防守投實測了 所以呢這個寶加利亞人喔 已經算是被越來越被淘汰的文明喔 但是他後期的馬登技術呢 又是騎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所以整體來講喔 尼可夫這邊可以打馬攻路線喔 是OK的喔 但是打騎兵路線OK 但問題就是錢要很多才打得起喔 那他又是一個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但是他的兵種就是要錢很多才能打得起 那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喔 你要有錢才可以打得強 但是你這個文明就是沒錢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跟大家跟找工作一樣 你需要有經驗 但是這個工作需要的人 是要有經驗的人 但你就是沒經驗 這個寶加利亞人喔 就是一樣的道理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喔 好那MBL這邊是7 這個黃金在前面喔 那左邊一塊黃金 右邊一塊 這個地圖看起來有點偏天土喔 這個如果左邊圍好的話 這裡圍到底 後面這裡再稍微圍一下 木序的話也算是厚實的 沒有問題 而且果子跟石頭也都在裡面 所以對我來說已經算是阿拉伯的天土了 但很可惜的是MBL我們並沒有看到左邊這裡有個木區喔 如果有看到的話就會很舒服喔 這裡直接圍過去 他可能覺得這個只是一戳木頭而已 不是喔 是大片的木頭 這就是挖礦理論 好那已經看到這個礦區了喔 但是你沒有挖過去 但你就不知道後面有這麼大的礦產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對手 妮可夫 黃金的位置在裡面喔 那一塊附近在外面 那兩塊附近都在正前方位置 這個地圖 對於寶加烈來說 是頂級炸裂 好這個 對比一看就可以知道MBL多爽了 果子還在外面 那黃金的部分也要往外圍 好可能這樣直接圍出來 好不管怎麼圍 妮可夫這邊就要付出非常多的防守成本了 好MBL這邊點下了棒棒開局 棒棒開局 三棒棒出發了 好三隻棒棒走出去 點下了一擊伐木 妮可夫點下了一擊農田 好肉麻也開始在按了 車名也在繼續按 好那現在兩邊車名處 就會看到MBL領先一村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領先一村的馬雅人 就是在封建時代開始才會有這一村的優勢 好那現在MBL這邊點下了一擊的裝甲步兵 喔裝甲步兵點了 那南美文明其實是非常適合打棒棒開局的 這個節奏相當好 好畢竟他沒有馬可以用 如果用棒棒或是裝甲擒壓 往往可以給到對方一些不錯的壓力的 這裡裝甲直接硬吃 一村拿下 當然是MBL這裡也被拿下了一村 剛剛三隻肉馬有抓到一隻村民 不知道是哪裡抓到 你竟然沒有圍死 你是故意的嗎 要圍不圍的 是不是欠制裁呢 MBL 還是MBL吃在玩呢 不確定 還是他想要跟viper學起 打天梯不圍死 訓練自己的防守反應力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樣防守真的是很累啊 那現在MBL點一下了毛兵 還有這個鷹赤猴 開始要來轉型了 那鷹赤猴本身來說是打不贏落馬的 所以這個黃金有點虧 在牽牽的部分 但是還好MBL這個文明是有自願永續的效果 這個挖礦可以挖得更久一點 所以這個村民呢 採集黃金 可以提倒採 沒有問題 多按一些工兵 或者是老鷹喔 在前期也不會 也不會算吃虧的喔 好那這邊按老鷹 是為了要防止對方的工兵或是毛兵 好 所以想按人的老鷹了 但老鷹我覺得應該不會按太多 好 稍微按一下 好 這裡肉麻又繞了回來 但兵公查已經點下去了 好這隻村民 要小心右邊這個房子 OK 補下 我可能被點死嗎 應該是不會 趕快拉部隊過來救一下 六隻槍兵 配上 兩隻 老鷹跟三隻 裝甲 OK 兵力有點大 尼克夫可能以為 兵已經要準備到他家裡 但是他是要來攔截 這邊的 兵力 好 結果槍兵 戳掉了一隻 肉馬 裝甲不兵 追一下毛兵 肉馬就去奔跑 好 好 剩下 毛兵 在旁邊 拉老鷹去打就好了 好 這個拉老鷹嗎 但是 這個隊有點近喔 哎呦 尼克夫這邊秀得很好 毛兵 一直在秀 雖然還被換掉了一隻 好 但兩邊已經順利的點下 城堡塞 把NBL變成戰毛怪 出了一堆戰毛 防 要防什麼呢 不防什麼 就只是為了出而出 好 好 看一下 炸毛兵往前走 兩個馬就 現在尼克夫 城堡塞 按兩隻騎士 好 射箭場 快修理一下 後面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馬就開始戳 能不能戳掉這個馬就呢 騎士出來 沒有打算要理這些兵 護兵打建築速度很快喔 好 毛兵這邊繼續出 好 點下了重光長槍兵的升級 下兵過來稍微擋一下 好 成功戳掉了一個馬就 但是 兵 不敢走進去 OK 裡面就是城鎮中心了 好 現在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NBL 補下了一根城堡 打了一個 羽毛劍射手開局 好 那羽毛劍射手的話 攻擊力喔 是比 弩兵 差了一點 但是移動速度喔 非常快喔 基本上喔 可以把羽毛劍射手 當成馬功來使用喔 所以NBL這邊打 寶兵 羽毛劍射手 我覺得是一個 挺冒險的 一個策略 但是 瑪雅人不打羽毛劍射手 這個壓制力又很差 好 但是 對於妮可夫來說 對方轉羽毛劍射手 自己就要轉戰馬 或者是轉馬 攻武炮 都是可以考慮的 呃 城堡時代的話可能可以對射到 帝龍時代的話 妮可夫這邊的防守 羽毛劍射手的 這個能力喔 可能會下降 因為他的馬功路線 並沒有三級的 弓兵 鎧甲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弱一些喔 好 那保加利亞人呢 還是走騎兵路線或工程器路線會比較適合 因為他的兵工廠跟工程器製造所的 食物升級科技都是減半的 不管你是要出投石車、大衝車 還是奴炮的升級都是半價 是相當經濟實惠的 當然這個一攻一防些都是喔 好 伊克夫現在9隻騎士 左右開攻 右邊4隻 這裏補了大師強槍兵戳到兩匹馬 好 在利亞這裡操作失誤 被戳到了就是他的不對 這個你要燒人家 就不應該被槍兵給戳到才是喔 好 那現在MBL 7隻毛兵加上2隻工兵 2個槍兵 好 在這邊就去繞 但這些單位都很怕奴炮 好 這邊遇到了 就不要往前貼了 但是已經被poke到血量已經扣半了 哇 這個奴炮有彈道血之後 打步兵的效果是真的好啊 好準好準 好 MBL 點下了護衛技術 步兵路線已經提升上去 但這裏還是不能打工兵 打步兵路線的喔 打老鷹是絕對不可能 因為你現在打老鷹 只會被騎士給欺負 除非打老鷹配槍兵 這個左才有可能 但是遇到對方的武炮 就會很難打 所以一定要轉頭死車過來壓制一下 那這邊生旅的話 其實也可以按個幾隻喔 去壓制對方的騎士 那這邊就要看MBL的操控 身頭能不能打出來喔 好 要看要不要前置 這個修道院 但是MBL應該是想要先升帝王 沒意外的話 先升個帝王 MBL這邊很適合打雙TC 然後樹地瑪雅 羽毛劍射手的一個壓制戰術喔 那MBL有這個想法嗎 其實資源量很經濟帝王時代了 那對手則是打出了4TC Kaino 那尼可夫甚至知道這個文明 沒有經濟加成 那如果沒有經濟加成 我們就讓他變得更有經濟加成 4TCKaino 好 MBL 果不其然 殿下了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3分鐘 要等一下 修理一下 盧炮串燒 回頭打一炮 嗚~~ 1拍2 好 再修理一下 旁邊繼續戳 頭死車要小心 往後拍一下 OK 再換個一台 好 馬亞人 現在 繼續出羽毛劍射手 呃 尼可夫這邊 弩炮跟頭車 可能還是不能斷 好 不然就要轉戰毛兵 那戰毛兵也不一定打得 贏羽毛劍射手 因為他的帝王時代的羽毛劍射手 血量可以高達65滴血喔 其實很難解的 不然就是要趕快轉出大量的 保加利亞騎兵 或是騎士 去解掉這一坨工兵才行 但不管怎麼說 保加利亞人現在這個階段 暴兵的話 對自己沒有太多的益處 應該趕快升帝王才行啊 好 現在帝王時代已經補下 3分鐘 時間 這邊補了一根城堡 好 這裡空到 漂亮 MBL過來空了一下這根城堡的建造 兩台投石車 往前拍一下 好 再點一下 投車拍到了 第二下 OK 往回拉 好 下方的騎士 繼續輸出 槍兵戳 好 射一下 投車 過來 魚炮串燒 MBL 彈道學也點下了 三級射也點了 生鯉魚點掉 魚炮輸出 對 再點 再點 好 下方投石車 順利換掉了伊塔 但是騎士 過來追殺掉 投車 但是騎士也死光 MBL這波打得很漂亮 這個城堡還在控 而且重裝長槍兵已經貼到奴炮 這一波 已經十拿九穩 MBL 成功控住了這根城堡 還有6%沒有蓋好 但是投車奴炮 不在這裡 終究還是要被蓋起來 但是這一波已經打到了 打亂了妮可夫 這邊的節奏了 好 那妮可夫 還有1分鐘 就要帝龍師帶 應該還是可以 穩定上去 而且現在村民術 還比MBL還要多 可以看到支援量 已經領先MBL 這邊 大約4000支援 哇卡4000支援 那是 富到流有啊 等說寶加利亞人 現在就是要這樣子打才對 你要打得夠 夠有錢 他可以打得出寶加利亞的軍事優勢 對於以前的玩家來說 都會覺得這種 強軍事文明 就是要打強軍事 沒有其他路可以走了 但妮可夫這邊 卻打了一個很好的套路 你居然是強軍事很強的文明 那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經濟去做支持 這一把就是顯現出了 這個特性 雖然軍事強 但是沒有經濟 那我們就加強經濟 那我就是經濟強 軍事也強 那確實是如此 那寶加利亞人 這邊待會要點的科技有很多 大肉碼三公三房 還有這個耕種技術 還有品種 你怎麼沒有點品種 啊 你怎麼沒有點啊 蛤 我靠 好 那妮可夫這邊率先點下了重型奴炮 那還好寶加利亞人 他是有工程工程師的文明 所以這個奴炮升級也是相當適合 而且也可以增加他的射程 那這邊MBL要打贏的話 只能轉出老鷹或者是頭車 進行壓制了喔 好 妮可夫這邊寶加利亞人 肉碼 繼續出 牛炮路線 現在 慢慢的移動到了MBL家門口 變成羽毛劍射手 少量騷擾 喔 還是抓到了幾隻臭蠻 效果很好 羽毛劍射手的優點就是攻擊速度快啊 你看這個射擊速度 咻咻咻咻咻咻咻 非常的靈敏喔 攻擊速度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好 那現在 妮可夫果不其然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這樣對劍族的傷患也會有什麼提升喔 好MBL開始轉老鷹了 好看到你轉奴炮 我就會想轉老鷹沒錯 那我記得大概在三四年前的時候 我也是隨機到了瑪雅 好在競技場 遇到了一個玩寶加利亞的奴炮玩家 他全程就只輸奴炮 好那一把比賽呢 最後我是用白血老鷹直接淹過去喔 那一把天空球還覺得我要輸了 人家奴炮一直打你老鷹怎麼打得贏 他至少出了四五十台吧 一個點 但是我用老鷹散開來 把他包夾起來 然後就打贏 好為什麼我會記得呢 那這場比賽是我覺得打過最離譜的一場比賽 他整場就出奴炮而已 所以呢 我現在記憶猶新喔 那時候聊天室的反應也覺得 我怎麼可能用這個白血老鷹打贏喔 打贏奴炮 但是 衝就完事了 包夾衝 就這麼簡單 稍微控下兵 散一下陣 這個 包夾奴炮 還是可以靠老鷹打贏的 畢竟老鷹呢 這個血量不是一般的 老鷹呢 而是白血老鷹啊 好那MBL這邊的目標呢 就是要趕快點一下金罐 金罐呢要75015 450黃金 好這裡點一下一期的步兵鎧甲 好兩台巨頭 等一下黃金國也點了 尼可夫已經預判你的老鷹了 轉出了 雙手劍兵 那MBL要吐了 因為保加利亞的雙手劍兵會自動升級 而且呢他的金罐 協議科技 可以讓劍兵勇士 增加5點防護力 好這個近戰防護力喔 高達9點 欸是加5點嗎 有點忘記喔 反正就是非常的坦啊 OK 麥亞人 MBL 看到這個情況 一定很尷尬 好 但是這邊多線打奴炮 有沒有 這個就是當初為什麼 天空雄會覺得我打不贏的原因 因為奴炮打步兵太痛了 打這個老鷹也是啊 所以這個白血老鷹 能不能解掉奴炮 我們就來看一下MBL 能不能幫我們驗證一下 但是雙手劍兵肯定是打不贏的 好奴炮這邊看著拉打 串燒 好這裡一個衝進去 白血老鷹直接往這邊開戳 戳掉了非常多奴炮 但是MBL也是有回頭打這個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還沒有協議科技 後面的羽毛劍射手直接射穿了 雙手劍兵 唉唷這一波MBL包得不錯 那羽毛劍射手為什麼打步兵會有效 是因為他對步兵天生加2點的傷害值 所以打哥的衛隊也是加2點 所以瑪雅人遇到哥的也不是說完全不能打 我覺得這算是西地國非常平衡的一點 這個細節的方面都做得很好 好這裡繼續拉 OK弄炮果然被貼到就沒救 所以這個散兵 貼過去打弄炮 效果其實還是很好的 好白血老鷹開始把戰局往外開打 但是保加利亞人依舊領先40村左右的經濟優勢 MBL這邊可不可以扛得住經濟劣勢的問題呢 我真的發現MBL每次打到地龍時代中後期 都會忘記去補村民 我會一直想要去點這個科技 去硬點科技造成經濟的落後 但是不點科技也不行 我覺得這是他跟Hera的一大差別 如果Hera的話 這邊就會重新補下城鎮中心 開始再繼續把村民的數量給拉起來 MBL這邊細節的部分 跟Hera的差異性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 Hera會更注重經濟的部分 而不是正面硬扛線的能力 MBL這邊 再來多線 MBL就像Hera一樣 一直想用軍事打回烈士來 確實也該用軍事打回烈士 但是經濟 Hera也是會控的好 經濟跟軍事 熊掌他都想兼得 這就是成為世界冠軍的秘訣嗎 好 尼克夫這邊繼續出雙手劍兵 奴炮也在出 奴炮現在繼續打傷害是很高 有彈倒學的效果 防守效果還是不錯的 後面補了一個銀雷 擋一下 奴炮繼續按 正面的部分 雙手劍兵衝過來 以正亂砍 但是奴炮又抓到了這裡 這個老鷹一直抓 先抓巨頭 好 奴炮一直輸出 重型奴炮 中文人在帝王時代用了嗎 打老英國似乎有料 但是好像又沒料 都被射穿了 好 那現在寶珈利亞人點下了化學 增加一下工程器的傷害 3可以加一點 好 現在奴炮3是16加0 待會有點完便16加1 17點 射成8點 好 老鷹現在在對頭家裡繞 現在MBL 這一波有點打到東西了 村民術下降到127吋 殺了15吋左右 那現在正面的部分也開始往前衝 MBL開始打出了瑪雅的優勢 好 經濟的部分趕快再衝補 這時候才補下城鎮中心 補得是稍微有點慢了 好 開始把經濟控好了 那MBL把經濟控好 就沒有什麼拍打問題了 好 那尼可夫現在遇到這些 老鷹跟羽毛劍射手 只能說 工程器最大的問題就是移動速度慢 你不去強壓對手 逼對手來跟你打 打這工程器 你就要用工程器去追對手 但是顯得很不划算的 所以我認為 奴炮在家裡防守之外 也要趕快往前壓制 會更好一點 而不是一直去派兵 去拿奴炮往回手 因為你光是手 就打不贏瑪雅的機動性了 所以尼可夫這裡最好的決策 就是出巨頭 奴炮 還有這個 雙手劍兵 瘋狂往前 這是對他最好的策略了 那家裡要怎麼防守 就是用出來的兵 出來生產的兵 防守就好了 但是前壓一定是要做的 好 中型奴炮這一波 NBL 瑪雅不碰 直接正面衝鋒 就算不包 不散咖萊 打這個奴炮 還是很好用的效果 直接衝爛 搞定 這波有點離譜 直接衝爆了 白血劍勇 白血老鷹 就是這麼的猛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但是白血劍勇 白血老鷹 是有的 好 這裡用雙手劍兵終於解掉了 奴炮被解光之後 尼可夫很尷尬 把速度黃金投資在了奴炮身上 還有這個雙手劍兵 現在金冠一直點不下 所以一直沒有很有辦法 去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老鷹對撞 打這個雙手劍兵還是很痛 我覺得尼可夫打這個策略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點下金冠 把他讓MBL一直有回農 開起來的機會 那尼可夫這邊最有辦法 就是轉出肉馬 轉肉馬 點下馬凱 馬凳才對 點下馬凳 三攻 就可以擋住老鷹跟羽毛劍射手的壓制了 尼可夫這邊經濟沒有控好 現在只有128村 但是村民術 都沒有很好的把肉類給拉起來 所以現在要爆滿 壓力是很大了 剛講完就要撒農田了 現在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 肉要趕快拉起來 開始轉馬 輕騎兵開始點下 但是MBL的攻勢已經開始延續下去了 尼可夫的想法很OK 但是 資安數執行並不到位 想法有 但是科技資源沒有跟上 這是他這一把最大的問題 好 三攻點下 現在 奴炮 八台繼續往前 MBL 三攻點下了 然後現在經濟慢慢開始轉好 然後來看一下市場價格 現在地龍時代一定要來看一下市場價格 我覺得這是改版後的醍醐味 但是你怎麼沒有下市場 在這裡 OK看到這個市場的肉 現在一塊肉賣掉 可以賺 84塊錢 所以呢 這個阿拉伯 黃金缺少的問題 只要你基礎資源夠多 老是 不是那麼缺黃金的 好 你終於想通了 你比起用雙手劍兵 還不如用騎兵了 你可是騎兵文明 我是步兵文明 好 好 保加利亞騎兵 擋住這些勞力的效果非常好 OK 妮可夫現在正面想要給壓力 但是又不想給 突然想轉往左邊給壓力 看到左邊打 好 那這邊又要花移動時間過來 這就是工程器的大問題 明明都已經走到人家的門口了 但是又突然發現人家在左邊 好 又要左邊去防守 唉唷 但這波弩炮串到很多傷害喔 好 妮可夫轉了馬燈 肉馬要不要提升上去呢 差個500塊黃金 600肉 但是木頭有點爆炸 馬燈升不上去 爆炸 吐了 3TC 好好好 還好有鹽巴完 這個城堡沒有用了 OK 這波妮可夫 極限升級好馬燈 高低弩炮反擊 毛箭射手 但是他是散開的關係 效果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白血老鷹往前衝了 這一波看一下開戰 左邊的老鷹拉走 後面肉馬往後拉巡邏 遠地巡邏 欸這個是怎樣 戰崗模式是不是 哇吐了 妮可夫這邊 在用戰崗模式的關係 沒有第一時間去幫忙 你看還在巡邏 怎麼還在巡 能理解 大家看到世界冠軍這樣做 大家都想學 但這個人學了 很尷尬 還在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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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劍兵 擋一下擋一下 吐了吐了吐了 吐了吐了 好這一波 MBL 白血老鷹 全死光 再直直的羽毛劍射手 直接硬點炮 炮被點到最後一台 華加利亞人 正面的肉馬 扛不住 全部倒光 這一波華加利亞人 血虧 搞了一宗城堡 弩炮送光 肉馬沒有升到大肉馬 所以血量上 還是有點劣勢 並沒有那麼的優勢 那MBL 這邊應該就穩穩打 就會拿下比賽的勝率 算是後面轉這個 散彈戰矛 也可以 輕鬆換掉 農炮才士 應該吧 好 果然點下散彈戰矛了 吐爾切爾植毛兵 沒有黃金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打 好 但這邊已經賣了一堆食物 現在食物的價格 只剩下17塊錢了 好 終於來到遊戲時間的終局 保加利亞人最終是 沒能點下金罐 血液科技 也沒有點下大肉馬的升級 那這一波 誰輸誰贏 應該很明顯了 保加利亞人最終沒有成為 最完美的形態 那MBL則是 硕科技 都已經點下了 金銀罐 三攻三防都有 好 也有拇指環 好 高打低 射這些肉馬 效果非常好 射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保加利亞人這一波 送的不冤 擺給成功 還在繼續擺給 槍針出來 戳個一下 肉馬直接被打穿 老硬往前走了 好 開始跟上嗎 有點難跟 好 肉馬趕快回救一下 現在加利的經濟炸開 尼可夫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勝利 哇尼可夫那一波衝進來 打掉城市中心 我以為MBL那一波 就已經要倒了 結果沒有想到 他的攻勢 因為攻城器走太慢的關係 沒有繼續延續下去 那我覺得他有點過分 再去防守MBL的工兵 跟雙手建兵了 應該要繼續保持前壓才對 但是他卻是拉了一堆兵 去後面防守 反而讓MBL前面的壓力變很少 不然剛剛MBL那一波 村民數不到一百村 再繼續給他經濟壓力 靠著自己一百四十村的村民優勢 是很容易把MBL給淹死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好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尼可夫 拿下支援上升率 對 你支援贏這麼多 卻沒有繼續延續公式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那MBL也不得不說 他後面真的是打得不錯 打得不錯 一直用老鷹跟羽毛劍射手 去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那我覺得尼可夫 有點被MBL的風向給帶走了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想做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大家見到看見到現在 來吧 好 有人的訊息 好 有人的訊息 請看看